走 怎么了 想草原了 你怎么知道 刚从草原回来的人都这样 看见城里密密麻麻的人 心里就会发毛 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庭 你在草原上待过 当然 我在西林哥的草原 当过三年兵呢 你也在西林哥了 那我们算老乡了 你插队在哪个棋 屋主木钦 你听过吗 我当时的部队就当屋主木钦 那他们真算是老乡了 没想到在这儿 还能碰到草原的老乡 你回来多久适应了 怎么也得半年吧 我当时刚回来的时候 最怕的就是做梦 因为梦里面都是草原 你知道吗 我当时啊 经常梦见我追这一匹 早就马带跑 可是每天我快追到的时候 我就醒了 那种失落感 没在草原上生活过的人 根本体会不到 可能我回来是个错误 应该继续留在那儿的 不好意思啊 别让你心情不好 你别管了衣服我来 没事 我能行 小雪 妈 这么大力气了 快把箱子放下 大妈看看你 长得这么漂亮了 讲清真逗了 怎么不羊奶味 妈以前小棉袄的味没了 现在成羊瓢了 妈 你怎么还这么瘦啊 我这叫身材于静 小陈 一起吃饭吧 谢谢刘老师 不用了 我啊 就请了一个小时假 得赶紧回去 居里的领导都在挡下开会 现在就快结束了 好 不留你了啊 今天辛苦你了 谢谢 不用客气 我走了就了 老师 好好好 慢点吧 我去找 妈把自营车放点啊 好 好 你看 这房子真的 妈带你看看 过来 这是你姐的房间 她在睡觉呢 姜妹醒了 这是您妹姜雪 姐 您好 回来了 姐 这是我给你带的牛肉干 谢谢啊 你放那儿吧 好了 我先吃饭吧 我跟你一起坐 带你陪妈说说话 是你爸摆车接了你吗 不是 是小陈自己借的车 妈 别让爸知道 她说前几天因为 借我爸车去接人 刚被批评吗 就是你姐去接了你奶奶 我们开了 组长 那我走了 行 开车慢点 爸 小雪 什么时候到的 上午刚到 弱不清风的小丫头 都变成大姑娘了 你这时候要去哪儿 我给朋友搭了点东西 给送过去 哪个方向 北院街 正好小城顺路 你送下来 好 行 谢谢爸 那你等我一下 我再多拿点东西 行 小山 辛苦了啊 应该的 局长 那回来 局长再见 向东 姜梅 你在哪 你怎么不进屋啊 不用了 一会儿我还有事呢 局长 什么时候叫我开车呀 别瞎叫 潘哥大姐一样的 叫他 哥 姐夫再见 这个姜梨 对了 向东 我奶奶做的酱好吃吗 挺好吃的 那回头我让奶奶再给你做啊 不用 不用 我还没吃呢 其实我做饭也可好吃了 等哪天我给你露两手 大姐回来了 姐 我们走了 再见 爸 凭什么李雪就可以用车 我用车您就上缸上线 把我一动骂 不了解情况 就别瞎说 首先啊 我纠正一下啊 小雪姓姜 你和她都是我的亲女儿 其次呢 小雪是去北院送东西 正好跟小陈呢 回单位顺路 那也是做了 您就是偏心 哎呀你呀 多大的人了 怎么像个孩子似的 做姐姐的就应该有 做姐姐的样子 对吧 小雪是个很懂事的孩子 我跟碧云 在干校劳动的时候 是她照顾着家 照顾着江林 那时候她还是个孩子 你就应该多关心她 跟她处得跟亲姐妹一样 怎么可能啊 非亲非故的 什么非亲非故的 你们俩就是亲姐妹 我说不过你 反正您就是偏心眼 你去吧 走 奶酪啊 这蒸汁好久都没吃了 嗯 太香了 全是草原的味道 就倒是带你回草原了吧 草原可不仅有奶酪啊 还得有歌啊 那就彻底让你回到草原 天上没有 不散的云霞 天下 地上没有 不休的年华 岁月无悔 天下 姐 你要出去 去医院 明天我去陪床 你过来 什么事 你怎么回来的 我坐的公交车 程亮东呢 不知道 他送我到北原路后就自己走了 行 那没事了 你回去吧 姐 再见 大妹子 你跟小陈的事怎么样了 她拒绝我了 什么时候的事啊 奶奶 这不重要 重要的事我越来越死 傻丫头 人家都拒绝你了 你喜欢她有什么用啊 奶奶您不说过吗 女追男隔层杀 这不是什么事啊 你大姑娘害不害臊啊 这有什么可害臊的 我是专心喜欢她 就算她是七十二遍的孙女空 也难逃出 莫非如来沈涨 你这么有把握 必须的 你这么有把握 必须的 你这股倔劲啊 还真像奶奶 我是年轻的孙女奶 大妹子 你说 小姨怎么样 小姨挺好的呀 小姨跟我妈长得也像 宋者也像 我最喜欢小姨了 来 再吃一口 来 再吃一口 好